民述记第33章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 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 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从兰赛起行 安营在舒戈 从舒戈起行 安营在旷野边的伊坛 从伊坛起行 转到比哈西路 是在巴黎喜芬对面 就在密夺安营 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 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 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安营在马拉 从马拉起行来到乙林 乙林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就在那里安营 从乙林起行 安营在红海边 从红海边起行 安营在熏的旷野 从熏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托迦 从托迦起行 安营在雅路 从雅路起行 安营在利菲定 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 从利菲定起行 安营在西乃的旷野 从西乃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安营在哈西路 从哈西路起行 安营在利提马 从利提马起行 安营在林门帕列 从林门帕列起行 安营在利拿 从利拿起行 安营在勒撒 从勒撒起行 安营在基西拉塔 从基西拉塔起行 安营在沙斐山 从沙斐山起行 安营在哈拉大 从哈拉大起行 安营在马吉西路 从马吉西路起行 安营在塔哈 从塔哈起行 安营在塔拉 从塔拉起行 安营在密加 从密加起行 安营在哈摩拿 从哈摩拿起行 安营在摩西路 从摩西路起行 安营在比尼亚干 从比尼亚干起行 安营在 和哈吉甲 从和哈吉甲起行 安营在约巴塔 从约巴塔起行 安营在阿伯拿 从阿伯拿起行 安营在 以寻加别 从以寻加别起行 安营在 寻的旷野 就是加迪斯 从加迪斯起行 安营在 荷尔山 以东地的边界 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地后 四十年 五月初一日 祭司亚伦 遵着耶和华的吩咐 上荷尔山 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 荷尔山的时候 年一百二十三岁 住在迦南南地的 迦南人 亚拉德王 听说 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 从荷尔山 起行 安营在 撒摩拿 从撒摩拿 起行 安营在 普嫩 从普嫩 起行 安营在 阿伯 从阿伯 起行 安营在 以耶亚巴林 摩押的边界 从以耶亚巴林 起行 安营在 迪本加德 从迪本加德 起行 安营在 亚门 迪比拉太阴 从亚门 迪比拉太阴 起行 安营在 尼泊对面的 亚巴林山里 从亚巴林山 起行 安营在 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他们在 摩押平原 沿约旦河边 安营 从伯耶施末 直到 亚伯石亭 耶和华 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小玉摩西 说 你吩咐 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旦河 进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面前 赶出那里 所有的居民 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 和他们一切著成的偶像 又拆毁他们一切的秋坛 你们要夺那地 住在其中 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按家事 捏究 承受那地 人多的 要把产业 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要把产业 少分给他们 捏出河地 给河人 就要归河人 你们要按 宗族的支派承受 倘若你们不敢 出那地的居民 所容留的居民 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 泪下的荆棘 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 扰害你们 而且我诉常 有意怎样待他们 也必照样待你们 也必照样待你们 也必然 不应该是 至于 有意义 我们要求 都是 地区 他们 都 我 都 都